或者一致的白色碗盤 放上输送袋 这台中央洗碗设备 要价100多万元 就位在市林公有市场 特长客观者选战时的政见 希望夜市统一清洗餐盘 早在民国100年 市场自制会 店了六种由大到小的餐盘 方便上面是店家统一清洗 赶在傍晚正式营业之前 赶建餐盘 有专人盘点好需求数量 配送到各店家 餐盘统一清洗 一大好处就是干净环保 但市内市场店家集中 方便有专人巡逻配送 过来夜市摊商散落 就很难统一管理 够摊的完不一样 要一段时间才会习惯 以前就是用那个洗的 后来用保丽龙 保丽龙说不可以 要用这个那个值得 市场经验能否推及 全台北市夜市还有待考验 但可以确定是一次性餐具 将全面退出台北市政府 只餐盘 美难民餐盘 明年四月起 北市府同工不能使用了 改用同一规格的不锈钢餐具 客观者反对一次性餐具 先从北市府做起 将准备四种规格的不锈钢餐具 包含餐盘汤匙碗筷 扁列225万预算 购买大型隧道式洗碗机 准备应付最少1700套的碗盘需求量 可以一致的洗 那对于我们的餐厅的作业人员来说 负担也比较不会那么大 餐具环保风从市府吹起 终极目标要改革夜市 柯P推新政逐步进行 才能减少震痛期的民怨 只有好民均全力问台队总统